想问献哥有没有你长时间以来一直收集或者积攒的东西 我有收集球鞋 球鞋 自己有舒适的或者是自己喜欢球星的球鞋还是会收藏一下 作为女生我知道很多男生就会收藏球鞋 但收藏球鞋你们是为了摆在那儿看的吗 其实也不会真的穿上是不是 就跟女孩一个口红就够了 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口红 对是一个道理 作为男生 这个有没有被说过幼稚 我觉得男生被说幼稚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真的吗 空气投篮你们能理解吗 什么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一种举动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换一种说法叫做肌肉记忆 就是我们平常打篮球会练一些动作过人或者投篮动作 它形成了一些肌肉记忆在生活中闲暇的时候会想做这件事情 对 做的时候会觉得自己so cool吗 当然也不so cool 就是去自己思考一下哪个动作的连接会比较顺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就是打破男生女生壁垒的一个过程 我问了好多我一直以来非常好奇的问题